謝謝 那個 然後也謝謝各位就是 在這麼忙當中來過來 就是幫我們協助我們開那個記者會這樣子 然後今天我主要講的主題就是 如果睡不好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一些中醫的方式來 協助說 可不可以讓他睡的品質好一點 或者是說讓他的做夢啊 或者是白天的精神 變得比較好一些 然後因為我們在之前 其實有應該很多報章上面其實有是顯示說 其實在台灣目前的一個 失眠的盛行率其實也相當的高 在去年的調查上面是顯示說 五年之內 五個人之中就有一個人失眠 然後在老年人就是25歲以上的人 就是大概有四個人就一個人有失眠上的問題 所以其實就是顯示說 我們失眠在我們現在普遍大眾的人身上 好像是很常見的一個症狀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說好像又不用特別去治療 或者是可能就會配合一些安眠藥物使用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可以嘗試看是不是使用中醫的藥物 然後我們就先有一個範例跟大家做個介紹 那是一位林先生65歲男性 然後身體其實都非常的健康 然後但是他因為他睡眠的狀況不是這麼穩定 然後常常會覺得睡得很不好 所以他就前來我們中醫科門診就診 然後我們詢問他之後就會發現說 他好像每個晚上大概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就好像就會醒來一次 然後如果說有一點聲音 然後敵人有旁邊走來走去 或是太太醒過來 就會吵到他的睡覺 另外他在陪伴他睡眠的太太也會反應說 林先生晚上的時候也會有一些 提人啊或罵人的一些情況發生 然後所以他也是會影響到他旁邊床伴的一個睡眠狀況 然後再接著我們再去詢問說 他以前的身體檢查還有抽血檢查 其實沒有特別的異常 因為如果說一些抽打人的一些 罵人或提人的狀況 你會想說是不是有些像鐵靈子啊 或是不是有拼血的狀況去做個抽血檢查 然後再接著過去病史方面 他也就有糖尿病一樣六年 而且他的西醫的控制非常地穩定 然後並沒有說特別的是糖控制不好 然後再來我們其他 因為如果是來我們中醫門診 你就會看一下中醫試診 你就會看他的氣色啊 聽他的聲音 然後把他的一些問診問得比較完全一點 包括說他是不是有比較怕冷怕熱 或者是他大便的狀況 是不是有一拉肚子啊或便秘 不過在這個林先生身上 他其實排便跟怕冷怕熱氣方面都是還好 然後並且我們會做個稍微的拔脈 然後去看說他像他身體是比較偏壯實的 或是比較虛一點 我們可能需要幫他補氣的藥物 那所以我們就是有剛剛的一些診斷 還有他的一些症狀表現 我們可能可以判斷出說他有一個慢性失眠 就是他有失眠的問題 大概超過一個月以上 我們可以把他大概判斷說有一個慢性失眠的情形 然後再接著他可能有一些快速動員睡眠行為 再來就是剛剛所提到的他的手腳 可能在睡覺的時候會踢打人 那雖然說這個需要整動 還是可能需要去到睡眠中心去做 他在快速動員起的時候 他有做一個手腳的動作 然後因為大部分我們在快速動員起時 我們的身體的活動是沒有張力的 所以照理說你做什麼夢啊 在夢裡面揍人啊 其實照理說不會在我們的睡覺的時候表現出來 但如果有這樣的狀況的人的話 你可能就會容易在做夢的時候 把你在裡面做的一些動作都會表現出來 到你的床半身上 或者是會看得出來你的動作非常的俊烈這樣子 然後所以林先生就是有問診 還有有剛剛的一些評估方面可以了解 還有一些慢性失眠 他快速動員睡眠行為的障礙的問題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是比較 因為他體質其實沒有特別的虛弱 他也沒有特別的說 有拉肚子啊 會特別怕冷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是以睡眠方面 像酸腳仁糖 或者加微塞藥 並且加一點循環的藥物 因為他可能手腳會一些正體戰動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會開這些藥物 然後他在使用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 他就會有回來反應的時候 他晚上其實不會到一兩個小時就醒來一次 雖然說沒有辦法說整個晚上還是睡 整個睡到天亮 他可能兩三個小時就醒來一次 但是還是有辦法繼續入睡 然後他睡眠情形就是也比較少做夢 白天精神也比較改善 然後陪伴的太太也比較沒有被揍醒 或是被他那個吵到的狀況 所以其實對於太太對陪伴的人來講 其實他的睡眠品質 其實在旁邊的人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有進步的 所以這個患者就是林先生 他就是我們還是會跟他做一些味教 包括說晚上還是不要吃到比較容易刺激啊 咖啡因啊或茶類的食物 那晚上八點之後少喝一些水 那待會也會在稍後的一個味教方面跟大家提到 然後並且我們繼續在我們門診追蹤 然後目前就使用大概中醫的藥物就早晚各一次 然後這個患者他的睡眠的情況 還有生活品質下都覺得有持續在改善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患者他的情形跟大家做個介紹一下 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失眠的狀況 然後還有他有一些睡眠中不正常的行為 就剛剛說的 在快速動演期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他手腳顫動 然後在他的行為的時候就有一些表現 所以當這些患者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問一些會問很繁雜的一些問題 包括說你最近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啊 包括說是不是家裡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造成你最近睡不好 或者是像這位林先生他說他已經失眠很多年了 我就說那最剛開始是不是有發生什麼原因 是不是說你的太太跟你吵架啊 或者是小朋友讓你覺得比較煩惱 他可能有一個發生的原因之後 造成你陸續來說的睡眠的問題 然後再接著我們會 不好意思 然後再接著我們也會問說他發失眠頻率 我們是每天都睡得不好嗎 還是偶爾 比如說週一到週五上班時候 就覺得部價不好睡 因為隔天要上班 六日覺得比較好睡 這次我們會去詢問的 他持續多久 像這位林先生就持續了很多年 他都一直每天都會醒來 每一兩天就會醒來一次 所以顯示說他的白天精神就會受到相當的影響 就是還有造成他的嚴重的程度 當然在入睡之前的狀況 其實我們還會再去做個評估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那我就是睡覺了 然後但是他並沒有去思考說 他是不是剛剛去看了一些什麼 世間勤啊 然後政治節目啊 他就很興奮 他就覺得晚上好像就是睡不太早 但是如果說請他就盡量避免一下 他可能在睡眠情形就會比較好一些 然後睡眠的品質 因為很多人也會反映說 他晚上十點就睡覺睡得早上六點 他覺得好像也是別人也都說睡八小時應該足夠啦 那為什麼我好像還是很累 他可能在中間可能會因為晚上起來上廁所 或者是因為起來做夢 或者是旁邊人吵到他容易睡眠比較淺然後醒過來 這都是他可能會造成他睡眠品質不好的情況 然後這些以上那些原因可能會造成白天的試睡啊 像小朋友可能會造成他的精神不是那麼好 然後念書的精神就是集中力量那麼穩定 然後也比較容易情緒波動比較大一點 然後在其他睡眠的一些問題 包括像晚上會膽固 這應該是很多中年人 女生男生都會有發生這樣的問題 然後可能會懷疑或說 你會不會是有睡眠呼吸終止的問題 或是像剛剛這位先生一些 林先生就是一些自己籌動 或是晚上有一些恐怕症發作的情況 這些其實都是在我們失眠可能會去多詢問的一些問題 然後並且去評估說 那到底像情緒是不是受到睡眠很大的問題的影響 還是說有其他的造成壓力的來源 而不只是只有睡眠的問題 然後在我們中一本則可能就會多做一些詢問 而不是只有看睡眠的狀況 然後所以在我們看睡眠的話 大部分我們就會先大致區分為暫性 或是慢性 那如果暫時的新聞是在小於30天 大部分還是有一個發生的原因 可能工作啊或是 就是家庭造成的一些狀況 然後如果慢性其實 但剛開始或許有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因為持續下去 你的身體是有一個周期性的這種情形 所以你可能一直都睡不好 它就會一直造成一個周期性的 反覆的一個失眠的情況 然後在這個評估完之後 我們就可能去看它的睡眠習慣 還有發生的原因之後 還有一些內科疾病 或者是一些使用的藥物 像內科疾病 包括心衰竭啊 或是慢性腎性痕病 或者是一些 反覆慢性疼痛的問題 容易讓造成它的一個睡眠的問題 其實會一直有一個容易醒過來 它或者是有影響到失眠的一些藥物 像乙性交感阻斷劑 或是肢心管過長劑 或是抗癌的藥物 假裝腺素 類固醇 令尿劑 或干擾素這些 其實相對也會容易影響到睡眠 但是因為這個藥物 又在使用的話 其實是必須要使用的 所以我們就可能會在中醫方面 可能用一些比較 讓它安神的藥物 中醫的藥物來說 或者是如果它真的 也不想要吃太多藥物 因為像還蠻多老年人 他可能早上就要吃五顆 中午要吃十顆 晚上也要吃很多藥物 我們可能就嘗試開始用針灸 用一些比較 凝省四穴或內觀 凡惠這些穴位 讓他的晚上睡的裡面 體積比較好 然後神經學的疾病 像頭痛重疯 或者是像發肌症癥這些 容易讓他的睡眠狀況 比較差一點 酒精濫用或是精神疾病 還有其他的一些狀況 像剛剛提到的一個 像睡眠呼吸中止症 或者是一些日月節日的睡眠狀態 這些都會造成他睡眠的原因 所以可以看出說 雖然我們睡眠聽起來好像 就是睡不好 但我可能要去評估 包括他內科疾病 或者是像他的 是不是有一些 原發性的一個睡眠障礙的問題 然後在如果在我們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再進一步去幫他做個 睡眠日記或者是試睡量表 或皮脂保量表 來去評估說 他的這幾個月來 或這幾個禮拜來 他的睡眠的品質 是不是有改善 那或者是像有的人 他就是輪班工作的 輪班工作 他其實睡眠的時間 其實不是這麼固定 他可能有時候 晚上八點睡到早上六點 反正有時候又變成 白天八點睡到晚上六點 這些睡眠的時間 不是這麼固定 可能他就會覺得精神障礙 而急診狀態沒有這麼好 我們可能就會 請他記錄下睡眠日記 就是把他的睡眠時間 做個紀錄 我們來觀察看 他到底是不是睡眠的情形 有什麼樣的異常 所以如果到了我們中醫的門診的時候 就是剛剛那些評估的方式 包括說 剛剛說的 他是不是有些內科疾病啊 症狀的表現 還有他用一些吸的藥物 造成他睡眠失眠的問題 然後我們再去評估說 我們是要用哪一種 藥物治療 或者是用一些中醫的穴道 然後 而且也要看看 他是不是有長期 使用一些暗眠藥物 然後 在我們中 像我們剛剛提到那位 安妮林先生 他其實以前他只有睡得不好 但他其實不太想要吃暗眠藥 所以他也沒有配合 使用過暗眠藥物 但是其他在我們中醫門診 門診場也會遇到 有一些人 他就是常常 就是用 需要用 可能兩三克之後才能睡眠 然後當然已經用很多年了 然後之後我們就會去詢問一下 他到底使用之後的情形 這次我們會去做個評估 然後再結成就是看他的一些體質啊 然後是不是怕冷 怕熱 那肚子便秘這些 去評估他的體質 再去用一些我們的科學中藥 但是最重要還是要找出原因 然後看到底是生理還是心理的 因為其實無論是中醫其實還是希望說 有需要用藥就是使用 那如果不需要的話 我們就是盡量少吃一點 像如果像剛剛那位林先生 剛開始我們是開一個 一天開三次藥物給他吃 然後如果說他覺得 欸睡得比較好 那我們是一天吃兩次 那如果再更穩定一點的話 我們可能就建議盡量不要吃藥物 因為其實藥物還是對身體會有一些負擔 然後在中醫理論 在睡眠方面就是有一些 古代的一些說法 像量氣勁 陰氣盛則木米 陰氣勁 而陽氣盛則物 然後這些就是跟我們的氣、陽、營 這些會有一些改變 造成我們想要睡覺或者是不想睡 然後想睡不想睡 我們可能會開一些補氣 或者是補營養的藥物 在我們的就是中醫的科學中藥裡面 然後在我們科學中藥 我們可能就是用他的體質表現 那體質表現就是剛剛提到的 可能我就回學問說 你今天最近是比較怕冷還是比較怕熱 然後會不會晚上有些潮熱到汗的症狀 因為像有的停進的婦女 常常會合併一些失眠情形 會造成他白天氣勢比較不好 或者是一些煩躁 這些我們都會再去評估 他體質是比較偏燥熱的 然後或者是老年人 他可能就是很怕冷 晚上可能會冷到睡不太早 那我們是不是用快一些比較像富士或比較溫熱的藥物 去幫助他的睡眠 然後所以就是會在我們的問者裡面會去提到 然後在藥物包括像 加味藥三奶 甘麥大早湯 柴霧龍母湯 六味地黃碗 黃蓮阿椒湯 桂皮湯 鑽召人湯 天王母心蘭 然後或者是在一些單位的藥物 像福生 鑽召人 脖子仁 葉椒藤這些 但是剛剛也是有提到 就是還是根據他的體質的狀況 像如果真的比較冷一點的話 我們可能還是會加別種藥物 像剛剛提到的富士 或者是用一些八味地黃碗 這些比較溫熱的藥物去幫助他的一些狀況 然後如果說有人就是不想吃中藥 因為他真的覺得我已經吃好多好多藥物了 我覺得我早上都要吃這麼多高血的血糖藥物 那我們中醫的藥物方面 如果不吃藥物的話 哪些可以幫助他的穴道 然後在我們穴道方面 我們可能就可以用到像 心經的凝神四穴 然後他就是在我們手的內側這一條 有一條經的外側這個地方 我們就從就是凝神四穴 就是靈道、銅、銀器、神門這四個穴道 那大部分我們針灸的話就是會 因為他其實割得很近 大概兩三公分 就是中醫的1.5吋 然後我們可能就會用一根針 或者是把它通過去 或者是各兩針兩針 這樣子把它做刺激 然後在另外一個地方是耳神門 這應該是也很多人會在保健的時候 會看到的一個穴道 然後就是請他 就是可以自己做一個耳穴的按摩 或者是我們可以放個耳針 在他的耳神門的地方 然後這個耳朵是大家的左耳 然後左耳的這個小凹臥的外三分肌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神門穴 然後所以有的人也會在這個地方 就是可能放個像車間紙啊 或者是用個耳穴去刺激他 然後內觀穴這應該也是 蠻多人如果有聽過穴道 會去使用的 然後他是在我們手的內側的 內痕紋的上三個指頭 然後在兩條針的中間 然後這個穴除了說可以幫助按摩之外 也是現在如果說常要暈車的人 我們常會用到這個穴道 所以這個穴道其實也蠻常會使用的 然後再來是百潰穴 然後百潰穴也是很多人像精神比較不好 或白天真的覺得很疲倦的話 我們就會嫁到這個穴道 然後這個穴道也是找的方法 如果患者希望自己回去按摩的話 這穴道也蠻比較好找 因為他就是在我們耳朵把它連線的地方 然後還有鼻頭往後到脊椎的地方連線 這兩個連線條件的地方 就是我們百潰穴 所以剛剛提到了我們評估的方式 然後又提到了我們中醫可能用的一些尿物 然後穴道之後 我們可能還有一些睡眠衛生方面 可以跟他們做個介紹 包括生活習慣、飲食、運動 然後壓力的調適 然後再進一步去做 如果真的這些方式都不行 我們可能需要使用藥或是用穴道的話 我們再考慮使用這些 然後現在睡眠衛生方面就包括了 睡覺前就是剛剛如果一直看那個很激烈的電視 或是有打麻將打完之後就想要馬上去睡覺 其實比較困難一點 然後我們就盡量建議說睡覺前一個小時 盡量就是做一些比較軟性的動作 或者是再就是看個書啊讓自己比較平靜一點 然後在八點之後盡量避免大量的喝水 因為很多人會他晚上老人年紀少大點可能會覺得口比較容易口渴 可能跟拖位線的退化有點關係 但是晚上如果八點之後多喝很多水的話 有容易讓他晚上上廁所次數變多 他就覺得好像他睡眠問題比較厲害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來排除說 盡量不要讓他晚上上廁所造成睡眠的問題 然後當晚之後也是盡量不要吃到香茶 然後他咖啡跟巧克力含有咖啡因的食物 然後在中醫也會提到盡量不要吃到太上火的東西 包括燒烤辣炸或像咖哩啊 然後鹹酥雞這些盡量在小夜的時候盡量可以少吃一點 然後避免讓他太上火 這樣晚上睡得比較不好 然後平常適度的運動 然後通常我們在睡眠的問題的話 我們也會建議運動時間可能是在傍晚五點到七點 就是吃飽前或吃飽後 這些運動時間也比較不會影響到晚上的睡覺 所以以我目前帶我們門診的患者來看到 其實我們如果用中醫在輔助我們睡眠的障礙的話 他其實可以看到晚上睡眠品質會變好 包括他睡醒的就是醒來的時間其實比較少一點 然後可能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做夢 然後白天試睡的情況也比較好 所以他可能覺得他記憶力方面也比較穩定 好像比較不會說 欸東西記不太住 然後也比較不會有一些吸暗眠藥物的一些階段作用 這也是一些中醫使用的一些優點 但是我們還是要 就是如果假如有患者 他真的長期一直使用很多很多年的暗眠藥物 我們就會不會建議他馬上暫停使用他的暗眠藥物 因為他其實已經吃很久了 代表可能還會有一些就是成癮性 所以他可能先持續先吃一陣子 然後再配合我們吃的中藥 然後吃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好像睡眠品質還不錯 那我們看是不是在考慮哪個地方 看是中藥或西藥 藥物稍微減一下 然後有的人會認為說 那我的西藥也可以配合慢慢減 但是我就會減到剩下半顆我就無法減了 不過那其實半顆其實對身體方面其實沒有太大的負擔 我們就會建議那半就可以配合安眠藥繼續吃半顆 那就可以了 然後再接著他其他人有的人可 不好意思 其他有的人可他可能會有一些症狀需要整夜的睡眠檢查評估 像剛剛說到的 這個林先生他有一個晚上 我們懷疑他是不是晚上睡眠 做夢的時候會有一些快速動員期的一個自己這樣動員症狀 他有去打他的太太或是罵人的情形 但我們這還是需要去做個評估 就是要用睡眠檢查去做評估 所以如果這個需要的患者 我們就會請他去我們就是我們醫院的睡眠中心去做檢查 去排去確認說他到底是不是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確認的話我們可能吸藥物有些藥物可以協助 然後或者是因為中醫藥物來幫助他這個症狀 然後如果說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會可以給他一些藥物治療跟針灸的針刺的刺激 然後或者腎功能比較差一點的話 我們就可能比較不考慮使用那個中醫的藥物 因為還是會有的人會懷疑說 是不是他吃很多藥物造成他腎臟的問題 所以如果真的腎功能比較差一些 我們可能就是用針刺的 像剛剛針刺跟剛剛的百會 那關醫生四學這些去治療他的失眠的問題 所以在目前我們的睡眠評估的話 除了我們中醫科之外 還有其他像頭科或其他的精神科方面 可以幫忙做評估 如果真的需要 我們就再轉接到我們的睡眠中心去做個治療 或者是去診斷說排除 是不是有睡眠呼吸中止 或者是很多需要用睡眠檢查去排除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 目前就在我們醫院帶有我們的優勢 就是我們有睡眠中心 我們可以利用睡眠去排除某些睡眠障礙的問題 然後目前也是我們中醫科就是有開睡眠特診 如果說有需要的患者的話 我們就希望說可以過來協助他們 可以吃藥物或是使用拯救 謝謝各位